表演結束後,少年們再次回歸訓練,並第一次與新環境見面。 他們將在這裡開啟全新的練習生活。 兩個舞蹈教室。 這桌子不錯呀。 這是吃飯的地方。 你沒來過嗎? 漂亮。 這採光,那邊直接是樹里面。 這採光,那邊直接是樹里面。 這採光是不錯的。 人家都把兩個都在這裡打清楚。 走吧,我們快下一個。 我去樓上太陽。 這應該是工作吧。 這應該是工作吧。 這是新環教室嗎? 新環教室。 新環教室。 那是我們歌的。 那是誰歌的? 鬼歌的啊。 好舒服呀。 還可以。 這在這裡也是我們。 真的不錯耶。 好不錯。 兩個嗎? 不錯耶。 哇。 我們之前會被影響的時候來過。 覺得挺大的。 因為跟之前不太一樣了。 有兩個舞打教室。 然後這樣的話就 感覺利用率更高一些。 包括接教室了啥的。 就是雖然是 可能剩下, 本來現在教室不需要那麼大。 所以就是感覺很 適合我們來訓練。 所以覺得挺好的。 對呀。 我第一次來公司。 我覺得採光比較好。 然後 坐的地方比公司多了。 比以前的公司。 沙發比以前公司多了。 嗯。 Wi-Fi比以前公司多了。 嗯。 還有。 教室的採光也比以前公司好。 這個環境。 覺得比原來那個公司好。 這裡感覺更高科技。 而且出門就有便利店。 最重要的還是有便利店。 感覺幹什麼都方便了。 其實感覺新闻也不錯。 但是還是需要花時間去試一個。 只能出現的。 環境變了。 但是我們的態度也變。 那一個? 沒有。 就覺得 舞蹈暫時也變得特別大。 雖然之前的舞蹈就是 好像 應該比他其中一個要大。 但是沒有這兩個加起來大。 就感覺 有亂說。 有嗎? 沒有。 反正就覺得 突然 突然變大了很多。 然後又 很舒適。 有兩個舞蹈教室 就可以騰出很多空間來做其他事情。 就練。 比如說。 這邊在練他們的舞。 我們就可以練舞。 就是。 真棒。 可以分工這樣。 然後有些什麼扣動這樣。 還有什麼優秀。 怎麼整個地 就已經好。 我覺得這個地方 就 感覺會比之前那個地方 我自己覺得會好一些。 從 整個這個 就是我們訓練的這個地方 之前的話 如果 它只有一個舞蹈教室和一個聲樂教室。 就是如果有人用的話 你想練什麼東西 都一樣。 所以 你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 可以很好地解決掉這個問題。 還有就是 其實這個地方它 大。 然後 所以說 就是 上課的話 也不需要走那麼多路。 就不需要擔心 遲不遲到的問題。 是吧。 這還挺好的。 而且那邊有一個 白棚 還可以在那裡錄綜藝。 對呀。 然後我們錄綜藝 就也 會方便。 不愁了。 對,不愁了。 梅蘭 這樣子 我們已經拆了石膏 然後 繼續錄音。 因為 學校那邊 16號 要考試 然後它需要14天之內 都是待在重慶的。 所以說 呃 當時是 7月1日吧。 7月1日 我就 插完石膏 然後 補完東西 補完那個音 補完音 然後 就急急急急急趕回重慶去。 對,所以說 就沒時間還特別。 就 採光啊什麼的 都會比 呃 之前 在北 之前那個 花園比較好一些。 那舞蹈教室的話 也會 相當於之前的 前公司的話 會方便一點。 因為前公司是兩個層嘛。 一層大一點的 和一層 二層是大一點的舞蹈教室。 一層是用來 呃 上聲樂課 然後 錄音的。 呃 現在的話 是 那邊那個 另外一個地方是 錄音和 當棚的一個拍攝。 這邊有兩個 舞蹈教室可以 用來練舞 這樣就更方便一點。 比如說一堆的 一堆人在這邊 那你想自己的舞蹈 好,這個舞蹈在那裡。 包括 聲樂教室上面 也有單獨的兩個聲樂教室 就會比較方便。 為了配合新歌的內容 少年們決定來一個 不一樣的驚喜 進行全人女裝挑戰。 哇! 在角落的上面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給我 所以我感覺非常像個阿姨 就是他啊 我在拿一個絲拉袋 然後去 就可以去買菜 這裡面是 這是我的前女友 我以為你會吃那個 這是我的啊 這是我的前女友 我感覺我手放哪兒都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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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放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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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啊 啊啊啊啊 你這樣 你出去 把那個假髮 把這個假髮套上 是不是好看呢 阿哥你放手 我想看一看 看來不出來 阿哥放手 看一下 待會兒給你紅兩針 給你紅兩針 阿哥快讓我看一遍 你讓這個繩維開了 你找什麼東西啊 我看的 你找什麼人呢 我看看 我看看 那我覺得挺好看的 真的好看的 我覺得可以就這個吧 當作跟你紅上就OK了 我覺得其實是好看的 你還在配上你的佛畫 真的是 真的是好看的 是不是 啊啊 絕了呀 哇 好看 哥們有點停不住了 怎麼辦呢 哎 這個好帥 他怎麼這麼慢啊 不行吧 我該呀 有的味 哎呀 不行嗎 那種呢 我該呀 那 那 孔照戴上 不要說真言 戴孔照真是 我這 你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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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套衣服 首先是肯定是適合著這個的 但是我們現在不知道 場景是怎樣搭的 怎樣構建的 還有一個主題的思路是怎樣走的 所以呢 只 只是簡單 表面上的覺得適合這首歌 就覺得還不錯 你呢 旋律而定 對 懂的 就是 打個筆嘛 就你比如說你聽這首歌 你腦袋會自動浮現出來的一個顏色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聽這個歌呢 其實會是藍色比較多 而且是 冷色調的 稍微有一丟丟 嗯 怎麼講 音域的氣息 憂鬱男神 神啊 憂鬱男神啊 大家總是 1 2 3 4 5 6 7 8 8 1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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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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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很快来到了MV拍摄这一天 少年们连日的准备只为了在MV中呈现出完美的一面 我们是第一个到的 然后今天五点半起床 结果发现是七点半到 结果我们六点就到 那你在这个MV里是什么角色呢 是一个狠角色的一个被霸凌的人 然后一个非常崩溃的 接近崩溃的人 昨天剧本里有个泳池 好像说要躺在泳村里 感觉蛮期待的 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结尾 就是我们七个人不是要一起出去吗 但是因为我不亏了 所以我没有出去 导演说的 我在一个什么会场里 然后孙亚轩就进来了 对反正就是 先是我在一个会场里 然后好像是什么孙亚轩来找我 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走了怎么样 但是说了孙亚轩是一个黑化的人 对 我在想他会不会走到那个会场里面 然后结果 这只是我脑补的剧情吗 就是我自己想的一个剧情 就是本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一剧 但是突然发现 孙亚轩在那个会场 找我的时候 然后身后藏了一把刀 那个镜头 有一个反光的笑 然后我和他走的时候 我已经不是我了 然后我就被他 对 这是我想的另外一个剧情 是一个很角色 这个比较内向的女人 他就一直都一直看书 然后就飞行 跟谁会回 然后我人就跑了 我内向 最后走的时候 如果他们说要什么 什么时间还在动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你手上到处 因为你是用手指画吗 你手指会有那种颜料的蛋黄 什么时候 谁才会回到蛋黄 什么时候 你看 什么时候 让你说 非常久 像以后 一样 你肯定 叫我肯定 我肯定 我肯定 你肯定 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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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定 我肯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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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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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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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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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